哈囉,我是Mao 我現在的心情是超級無敵 開心跟興奮 因為呢,我就要去我人生第一次的夏威夷 那個夢想之地夏威夷 我來了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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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前我突然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國旺季簽證 Oh my god 台灣人去美國呢 還好我們不用事前 到什麼領事館申請簽證 我只要上網申請一個叫做Esta的電子簽就可以了 我已經在排隊要check in了 才突然想到,真的好險 不然我就不用飛了 機票就也飛了 嗨 來流卡通 Oh my god 我現在就是心情太激動了 因為發生什麼事呢 我去不了夏威夷了 我忘了先申請Visa 我忘了台灣的人要去的話 是必須要先事前申請一個電子Visa 那還想起來想說趕快申請應該來得及 但是因為飛機是晚上11點半的飛機 現在是晚上10點半 他們counter也要關了 所以我現在就算申請我的Visa下來了 他們也沒辦法再收理我的check in 所以我要跟我的心理 要再繼續在關西第一天 然後阿Ki呢 她會先飛去 夏威夷 我會試著訂明天的機票去找她 明天呢 明天 明天 明天如果沒有飛機拍攝也會看到他 在片路上 Oh my god 要是在飛機拍攝也會有的 要快去看看 明天的飛機拍攝也不會 明天的飛機拍攝也會比較好 明天看來會比較好 明天看看 明天看來會比較好 明天看來會比較好 我笑了 我笑了 我笑不到 我真是太愚蠢了 我真的太白癡了 大家出國旅行 機票很重要 你沒有Visa 機票有了 也是去不到的 Oh my god 我想聽到 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和台湾也知道 日本人也有 台湾人也有 笑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至少飛行機調查 吃飯 在哪裏睡覺 可能會睡覺 至少 好 快點 明天一定是明天 對 快點 快點 下次見 這張紙條我看了心都在哭啊 我現在就要去AESTA的官網去申請 Visa了 OK我現在那個AESTA簽證申請好了 但是她說 謝謝你提供你的項目 我們會在24-48小時之間我們會聯絡你 我跟Aki的計劃呢是252627282930 1號回來 我們是玩6-7天這樣子 如果要再等一兩天為了這個Visa的話呢 就只剩下4-5天這樣子 機票也不能馬上訂 因為萬一Visa沒過呢對不對 所以現在呢我家五時無刻守著我的E-mail 一有Visa通過的消息 馬上訂機票 去夏威夷跟Aki會合 打擊太大了 我連今晚我是要睡在 關西機場 還是要回京都 還是我應該要去我大阪朋友家 先住一個晚上 如果明天飛機的話 大阪過來比較近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希望這個是夢 但是會痛 現在的心情呢是 我想到我的狀況就想笑 我已經不知道我是極度的樂觀呢 還是我已經瘋了 無法理性了現在 先聯絡我大阪的朋友 先聯絡我大阪的朋友 Oh my god 麥當勞 那是我現在正需要的 他給我說嗨 我現在需要一些炸薯條 那些充滿快樂的脂肪 聽說吃有可以讓人變開心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是雞尾巴的套餐 雞尾巴的套餐 雞尾巴套餐 謝謝 本來現在是在哈威 飛行機上去的 那是怎麼回事 那是有記錄嗎 忘了記錄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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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車上啊 我上網查了一下 關於這個簽證的東西 發現網路上呢 就有人問說 如果忘了申請簽證的話怎麼辦 有人跟我一樣蠢 然後回答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在機場發現忘了辦簽證 其實可以馬上利用機場的網路 申請AIRSTAR 因為通常沒有問題的話呢 幾秒鐘就會下來了 我剛剛是10點多 申請這個AIRSTAR 我現在還沒有收到回覆 或是任何的那個 通過的通知 所以我現在有點擔心 好煩 好可憐喔 我打擊好大喔 看到我的表情了嗎 就是寫著絕望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煩惱呢 真的可以解決煩惱 因為其實在我就是登不了機的那一瞬間之前 我是有一個煩惱的 然後我還蠻煩的 就是跟各個朋友尋求他們的意見 但我現在已經發生了 登不了機去夏威夷 然後在想說我的Visa 我的計畫怎麼辦的時候 我覺得上一個煩惱 完全已經不煩我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好小一件事喔 我現在完全可以很心平氣和的 去想上一個煩惱的事情 去解決它 其實你知道煩惱會解決煩惱 煩惱會解決煩惱 並不是叫我們說 要去找下一個更大的煩惱 來忘記現我的煩惱 而是在告訴我們 其實再大的煩惱呢 都不是什麼煩惱 煩惱沒有用 解決問題 才是最重要的 先找機票再說 原本Arysia來回夏威夷的機票是 3萬塊日幣 現在為了這個單程去夏威夷呢 就要9萬塊日幣 Oh my god 但這個9萬塊再貴都要去呢 是因為 我不能夠 把我朋友留在那邊一個人 剛剛查到啊 如果我的簽證過了 我能夠在最快時間 先出發到夏威夷跟Aki會合呢 是明天早上10點的飛機 要從菲律賓轉機 26號早上10點飛 到夏威夷會是當地的26號早上 25號他今天先晚一點 隔天我們就可以碰面了 這是最完美的 然後如果那時候還不知道簽證的結果的話呢 我晚上還有一班飛機 但是就比較貴 如果Visa過了 那我就要馬上搭第一班飛機 也就是10點的飛機出發 我8點要到機場 明天就要搭上6點50分 離開這邊的巴士 6點20分我就要出門 所以我5點20分就要起床 到時候要訂機票的話 要更早 所以我就訂5點起床 看Esta的結果 如果OK馬上訂機票 順一換好啊 就緩緩的再走回床邊 帶著我的手機 因為呢 我的Visa通過了 雖然經由菲律賓的機票比較便宜 但是在菲律賓 我可能還要再面臨一次轉機的簽證問題 我已經不想再抱任何的風險了 然後我發現晚上那班飛機是直飛 抵達夏威夷的時間呢 跟早上的翻機是一樣的 雖然需要多花2萬日幣 但是我多了10小時的充裕時間 可以做我想錯的事 所以我選擇晚上再搭飛機去夏威夷 我今天呢不會再出錯了 一定會到夏威夷的 麻煩你了 想笑你知道嗎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也想要體會這種 超乎常人可以想像 去一個目的地的興奮跟快樂感的話呢 建議你們可以忘記辦Visa 錯過那班飛機 然後趕快辦Visa 再買下一班比原本貴十倍的機票去當地 當你可以搭上那飛機的時候呢 你會感覺 這是人生最快樂的旅程 OK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或是同情我 或是覺得我很白痴的話呢 就點個讚 讓我知道 讓我知道我很白痴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旅途中 你發生過什麼樣的蠢事 讓我知道 我不是唯蠢的人 然後也分享這個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這樣的蠢事 還是可能發生的 不要再重蹈覆測了 那這邊呢 有我的IG跟臉書 你可以追蹤看我的最新金礦 留言跟我聊天互動喔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更多的影片呢 就記得一定要訂閱跟按鈴鐺啦 夏威夷我來了 啊可以等我 我很快呢 就要去跟你會合了 掰掰 按摞